晋国的称霸之路 同样曲折离奇 公元前672年 晋献公讨伐黎荣 在将他们灭国的同时 也获得一个美艳的女子 离姬 她和她的妹妹 一同被晋献公收至后宫 并得到晋献公的无限宠爱 后来 离姬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西齐 离姬很有野心 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下一任国君 晋献公有八个儿子 其中 太子申生 公子宠儿 公子宜吾 非常有才能 下一任国君 大概率会从他们中间产生 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 离姬决定 将他们一一铲除 作为晋献公的宠妃 离姬的话 在晋献公面前比较有分量 为了提高成功率 离姬又收买了晋献公的两个男宠 一个叫梁武 一个叫东关毕武 在他们的离间之下 晋献公先是把太子申生 调离京城前往取卧 又把崇尔和乙吾调到蒲城和二区 去镇守边关 离姬设计将他们三人调走后 开始不断制造机会 拉近晋献公与西齐的感情 并多次在晋献公耳边晋献谈言 说太子申生的各种不好 久而久之 晋献公便对申生产生了意见 内心深处蒙生了废处太子的想法 此时的晋献公 仅仅是产生废处太子的想法 并没有实际行动 随着晋献公逐渐老去 离姬知道不能再等 必须尽快除掉申生 公元前655年 申生从取卧回京城与家人团聚 并把祭祀的酒肉献给晋献公享用 离姬暗中在酒肉中下了剧毒 在晋献公食用之前 离姬以检验酒肉是否变质的名义 让宫中内饰品尝 结果内饰吃完后立马暴毙 晋献公悲愤交加 派人前去捉拿申生 消息灵通的太子党暗中通知申生 申生听后大吃一惊 没敢去晋献公面前解释 而是直接选择了逃跑 申生逃跑的行为 让晋献公更加认定 酒肉里的毒是他下的 申生回到取卧后 本想回京师向父亲解释事情缘由 但此时的晋献公 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 前去解释也是死路一条 但又不能跑到外国躲避 否则会被人们认定 他就是下毒者 无奈之下 太子申生选择了自杀 本可以拥兵自重的他 用最软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申生死后 黎姬又把目标放到了 崇尔和宜吴身上 黎姬告诉晋献公 他们二人都参与了 申生下毒事件 生性多疑的晋献公 本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下令追究二人 晋献公派宦官前去蒲城 命崇尔自杀谢罪 崇尔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选择弃城逃亡 到赤敌避难 与崇尔一起逃亡的 还有仙人 赵衰 胡衍 贾驼 魏无子等人 一无见崇尔逃跑 也火速收拾行装 准备离开晋国 经过一番思量 最终选择逃亡梁国 因为梁国背靠强大的秦国 能够得到足够的庇护 崇尔逃到赤敌后 晋献公紧接着 便发兵前来征讨 要求敌人把崇尔交出来 敌人没有同意 于是双方爆发了战争 彼此之间互有胜负 晋军眼见不能胜利 便退兵 崇尔算是在赤敌安顿下来 公元前651年 晋献公去世 一时间 晋国的政局变得扑朔迷离 此前身生自杀后 西齐被立为太子 但晋献公心里明白 晋国很多仲臣心里 一直支持逃亡的崇尔与遗武 为了让西齐能安稳继位 晋献公把西齐托付给众臣荀西 希望他能好好辅佐西齐 尽管有荀西保驾护航 仍不能阻拦其他大臣的反对 曾为晋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李克 主张把崇尔赢回国 在这之前 李克打算先除掉离姬与西齐 于是 在当年10月将西齐杀死 西齐死后 荀西认为自己有愧于晋献公的嘱托 想要以自杀谢罪 但被众人劝下 随后 荀西拥立卓子为国君 卓子是离姬的妹妹所生 李克得知消息后 又带兵杀掉了卓子 荀西眼见无法向死去的晋献公交代 选择了自杀谢罪 随后 李克又将离姬杀死 彻底断了离姬一脉 在晋国内乱之际 一无与秦穆公达成了一项承诺 一无承诺 只要秦穆公帮他夺回国君之位 他当政后 割让城池给秦国作为回报 对于这份提议 秦穆公欣然同意 除此之外 远在东方的齐国 也想趁晋国内乱之际 把势力范围往西延伸 于是联合中原诸侯 以平叛的名义出兵晋国 后来得知 秦国已经派兵护送一无前来继位 齐国做了个顺水人情 加入了护送队伍 一无返回晋国后顺利继位 视为晋汇公 晋汇公继位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让人大跌眼镜 他命人将李克逮捕 并逼其自杀 给出的理由是 李克是晋国内乱的源头 这个理由太过于牵强 如果没有李克诛杀 李姬母子在前 晋汇公根本没机会继位 李克被杀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支持公子崇尔 李克死后 晋汇公进一步清洗他的党羽 彻底拔掉了他身边的不安定因素 晋汇公继位后 秦穆公派人前来道贺 并提醒他兑现当初的承诺 但晋汇公选择了反悔 拒绝履行当初的承诺 没有割让土地给秦国 此后 秦晋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公元前647年 晋国发生大规模饥荒 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缺粮 无奈之下 晋汇公派人到秦国求援 希望秦国能卖给他们粮食 起初 秦穆公对晋汇公违背承诺之事耿耿于怀 不想卖粮食 但百里希 公孙芝等重臣 却劝说秦穆公卖粮 他们说 救济百姓是符合道义的 如果晋国知恩图报 就会信守当初的承诺 如果晋国国君忘恩负义 百姓必然离心 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希的意见 对晋国慷慨解囊 没过几年 秦国发生大饥荒 秦穆公派人到晋国 请求粮食援助 但被晋汇公拒绝 当时 晋国大夫庆政 就怒斥晋汇公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 但依然没能改变结局 除此之外 晋汇公还干了一件比较缺德的事 他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 他曾答应姐姐回国后 要好好照顾太子身生的遗孀 并让崇尔回国 但晋汇公继位后 不但没让崇尔回国 还合身生的遗孀私通 秦国度过灾荒后 秦穆公准备报复晋国 于是大举发兵 越过边界 杀入晋国 三战三胜 后来又度过黄河 兵临寒冤城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晋汇公询问庆政退敌之策 庆政说 这是晋汇公自己惹的祸 需要他自己来摆平 此时 晋汇公只要选择求和 并给予秦国一些利益 就能让对方退兵 但他选择和秦军正面硬杠 随即召集大军前去迎战 由于晋汇公三番五次实验 并对秦国见死不救 此次 秦军内心都憋着一口气 而晋军从将领到士兵 都觉得自己理亏 士气十分低落 结果可想而知 晋军被秦军打得溃败 此意 秦军生擒了晋汇公 和一众晋国大臣 战后 秦穆公本想杀掉晋汇公 但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基 想挽救自己的弟弟 虽然秦穆基和晋汇公 不是同一个生母 但从小感情就很好 为了解救晋汇公 秦穆基拉上自己的四个儿女 以死作为要挟 让秦穆公放晋汇公一命 秦穆公爱子心切 于是答应了秦穆基的请求 秦国谋臣公孙芝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可以释放晋汇公 作为交换条件 需要把晋国太子送来秦国来当人质 对此 秦穆公表示同意 秦穆公把条件告诉晋汇公之后 晋汇公派戏起回国报信 并点名让执政大臣吕生来秦国谈判 吕生是一个有智慧 有政治报复的人 考虑问题十分周到 晋汇公吃了败仗 沦为俘虏 名声扫地 就算回到晋国 国人也会看不起他 为了挽回晋汇公的名声 他召集国人开会 并以晋汇公的名义 对参会的民众发放赏金 而且 把公式的土地拿出来 分配给国人 告诉他们 这是晋汇公的心意 此举题 晋汇公减轻了国内的反对声 也给晋汇公挣得了面子 做完这些后 吕生便去秦国进行谈判 当时秦国提出的条件是 割让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 以及一部分河东之地 让晋国太子入治秦国 晋汇公本想借谈判之际 羞辱一下晋国的大臣 但吕生在处理问题上不卑不亢 这让晋汇公十分赞赏 晋汇公没有让晋国太子前来入治 只是割让了晋国的土地 事后 晋汇公表示 尽管晋汇公薄情寡义 但晋国有吕生这样的人才 还是不能轻视 谈判结束后 晋汇公按照约定 释放了晋汇公 晋汇公回国后 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掉庆政 并把晋军失利的责任 推到他的头上 庆政本有机会逃往他国 但他选择了慷慨赴死 晋国之所以在晋汇公统治之下 仍能保持强大 就是因为有庆政这种 慷慨赴死的武士和吕生 这样的能臣 韩元之战后不久 晋国再次遇到灾荒 关键时刻 秦穆公再次选择慷慨解囊 开仓放梁 救济晋国百姓 秦穆公虽然不喜欢晋汇公 但怜悯晋国百姓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连年战乱和灾荒 让晋国的实力大打折扣 周边的荣人 趁机夺取了晋国三座城池 并对晋国其他地方虎视眈眈 晋慧公眼见形势不妙 于是 将太子羽主动送到秦国当仁治 以此来寻求军事帮助 秦穆公有意与晋国实现全面和解 没有把太子圈当作仁治看待 还把女儿嫁给他 同时 秦国归还晋国所割让的河东之地 秦穆公做事有礼有节 既体现了自己的雷厉风行的手段 也体现了自己的宽容大度 秦国帮晋国解决掉荣人的威胁后 晋慧公又把目光放到了崇尔身上 此时的崇尔已经在外流亡12年 但晋慧公仍不放心 因为崇尔的口碑很好 晋国内部很多大臣依然支持他 而且 崇尔身边有一群忠实的追使者 皆具备胆识与谋略 只有除掉崇尔 晋慧公才能过得安稳 崇尔在斥敌流亡期间过得还算不错 敌国并没有为难他 有一次 敌人征讨其他部落的时候 俘虏了两名女子 一个叫书伟 一个叫纪伟 敌人把他们交给崇尔处置 崇尔娶了书伟 让赵衰娶了纪伟 后来 书伟为崇尔生下两个儿子 纪伟则生下赵顿 晋慧公知道 龙人的实力强大 无法以外交手段逼迫他们交出崇尔 于是派出杀手前去暗杀 崇尔得知 晋慧公派人前来暗杀自己 于是离开了敌国 准备前往齐国避难 继续他的流亡生涯 崇尔一行人风尘仆仆 经魏国赶往齐国 魏伟公不愿意接待崇尔 因为崇尔与敌人关系紧密 甚至还有敌人血统 而魏国之前遭受过敌人的攻击 出于对敌人的仇恨 魏国上下都不欢迎崇尔 有一次崇尔到魏国的乡里讨饭 结果 乡里人不仅不给食物 反而给了他一把泥土 这让崇尔颇为恼怒 此时胡眼劝说崇尔 说这是上天要把土地赏赐给他 让他赶紧收下 崇尔听后转怒为喜 毕恭毕敬地磕了个头 接过泥土扬长而去 经过长途跋涉 崇尔到达了齐国国都林兹 齐桓公对崇尔的到来非常欢迎 不但盛情款待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此时正值管仲去世 崇尔见齐桓公对自己如此厚待 便想留在齐国发展 并不想返回晋国 后来齐桓公死于非命 崇尔便放弃了从政的想法 已经年近六十的他 准备在齐国终老一生 但当年追随崇尔流亡的谋臣 将堵住压在崇尔身上 崇尔有未来 他们才有未来 眼见崇尔的斗志被消耗殆尽 他们非常着急 为了让他恢复斗志 重新振作起来 胡衍、赵衰等人 和崇尔的夫人商议对策 崇尔的夫人不想看他录录无为 而且齐桓公死后 齐国便一蹶不振 崇尔在此也并非绝对安全 于是鼓励崇尔离开齐国 继续逐梦 但崇尔早就下决心 在齐国终老一生 不去追逐什么权利 死活不肯离开齐国 眼见崇尔不肯离开 夫人与胡衍、赵衰等人 将崇尔灌醉 趁他不省人事之际 将他抬上马车 一路往宋国赶去 准备在那里寻找机会 崇尔久醒后 眼见自己离开了齐国 气得破口大骂 但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公元前638年 崇尔一行人到达了宋国 此时的宋湘公刚在洪水之战中 败于楚国 自己也身负重伤 但他依然盛情款待了崇尔 崇尔本想在此逗留 不过胡衍的老朋友 时任宋国大夫的公孙周 则善意提醒他们 说宋国无力帮助崇尔实现霸业 让他们去大国寻求帮助 胡衍觉得有道理 他发现宋湘公也是眼高手低之人 于是和崇尔商量后离开了宋国 并于公元前637年 到达了郑国 此时的郑国 早就没有郑庄公时代的霸气 郑文公也没有了 郑庄公的见识和谋略 习桓公死后 郑国更是一边倒地 投入了楚国的阵营 对于崇尔的到来 郑文公非常默然 他觉得崇尔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客 没有必要盛情款待 但大臣舒詹 在暗中观察 崇尔一行人的举动 并得出一个结论 崇尔这个人不简单 胡衍 赵衰 贾陀等人的才干都足以成为国家重臣 却心甘情愿追随他漂泊流浪十数年 如今 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 崇尔仍有机会回国执掌大权 这样的人 郑国是不可得罪的 舒詹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郑文公 并劝说他后代崇尔 如果不能后代 就杀掉他们 以免未来留下后患 但郑文公没有听从舒詹的建议 依然冷落崇尔 在郑国受到冷落后 胡衍 赵衰等人 深感中原各诸侯 要么实力不济 要么不肯接待 无奈之下 他们选择去楚国碰碰运气 因为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到达楚国后 楚城王不但以诸侯的待遇隆重接待 还体现出 中原诸侯都不具备的气魄与胸襟 他了解崇尔的潜力 并打算帮崇尔重回晋国执政 楚城王非常心直口快 他问崇尔 如果能帮他重新回到晋国 他会怎样报答楚国 崇尔眼见楚国物产丰富 地大物博 寻常之物肯定无法满足楚城王 于是回答说 如果将来晋楚之间发生战事 他愿意退避三圣 以此来求得楚城王谅解 如果楚城王不能谅解 就只能与楚国周旋 此话一出 满座皆经 楚国大将紫裕认为 崇尔对楚城王不敬 要将其杀死 而楚城王却觉得崇尔志向远大 财思敏捷 经过几十年的流亡 仍能保持恢弘的气量 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有意帮助崇尔重新上位 但真正把崇尔推向权力之巅的 并不是楚国 而是秦国 秦穆公之所以愿意帮助崇尔 是因为他苦心扶持的太子羽 辜负了他 当初秦穆公善待太子羽 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就是希望晋惠公死后 太子羽能够回国继位 继续维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 但太子羽觉得 自己在秦国做人质是一种耻辱 在做人质的六年时间里 他整日策划如何逃跑 后来 在妻子嬴氏的帮助下 成功逃回晋国 太子羽的逃跑 让秦穆公十分恼怒 随着太子羽的逃跑 他长期经营的心血也复之东流 公元前637年 晋惠公病逝 太子羽成功继位 视为晋怀公 晋怀公上位后 命令崇尔集团成员 在国内的家属 限期召回追随崇尔的家族成员 否则将质以重罪 为此 胡衍的父亲胡秃 被晋怀公诛杀 晋怀公的做法大失人心 他在秦国当了六年人质 在国内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统治基础 一上台就大开杀戒 显然不合时宜 崇尔流亡集团 在国内有许多同情者 甚至是支持者 在国际上 也得齐桓公 楚成王等政治巨头的礼带 声名卓著 这让秦目公萌生了支持崇尔的想法 于是派出使者 邀请崇尔投奔秦国 崇尔的谋士们认为 这是天赐良机 千万不能错过 于是欣然答应 楚成王虽对崇尔礼带有加 无奈距离晋国遥远 便没有劳师动众 护送崇尔回秦国 崇尔回到秦国后 秦目公对其礼遇有加 并赐给他五个美女服侍他 这其中就有太子语的夫人 盈氏 起初 崇尔并不知道盈氏的身份 经常对他呼来喝去 像丫鬟一样使唤 盈氏都选择默默接受 后来 崇尔得知盈氏的真实身份 连忙谢罪 并打算把盈氏送回秦目公身边 秦目公说 这个女儿非常有才能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知身份 是担心自己的女儿之前嫁过人 怕坏了崇尔的名声 如果崇尔不介意 就让盈氏留在崇尔身边 秦目公言下之意 就是想让崇尔娶自己的女儿 起初 崇尔打算退掉婚约 后来 胡衍 赵衰等人的劝说下 崇尔接受了这桩婚姻 并送上聘礼 正式迎娶盈氏 嫁给崇尔后 盈氏被后世称为文盈 后来 秦目公和崇尔相互之间 进行了一番试探 崇尔认为 秦目公非常可靠 秦目公则认为 崇尔值得扶持 并下定决定 以武力手段 护送崇尔回国 晋国朝堂听闻 秦目公盛代崇尔后 晋目公大夫 兰之秘密派人 联系崇尔 商讨崇尔回国之事 一切均已安排妥当 只等崇尔踏上归途即可 公元前636年 秦目公派大军 护送崇尔返回晋国 至此 崇尔结束了 19年的流亡生涯 踏入晋国国境后 崇尔随即 与晋怀公的政府军交战 并接连大败政府军 崇尔本来在 晋国的威望就很高 如今又携重兵而来 晋国官员纷纷倒戈 表示愿意效忠崇尔 晋怀公健壮大惊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于是率领亲随逃往到高梁 崇尔兵不血刃占领了国都 并成为晋国新一代君主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晋文公继位后 派人到高梁杀掉了晋怀公 从继位到死亡 晋怀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当初拥立晋惠公 晋怀公的执政大臣吕生 得知晋怀公的死讯后 不想坐以待毙 手握兵权的他 为了寻求自保 他想在晋文公的住处 放火烧死他 未保计划万无一失 吕生找来了当初 负责刺杀崇尔的刺客伯迪 并将计划告诉了他 伯迪假装答应 随后便将计划告诉了晋文公 在伯迪见晋文公之前 得知他就是三番五次 刺杀自己的刺客 于是便质问伯迪 为何胆敢过来见他 此时 崇尔心中已经起了杀心 而伯迪却不慌不忙地应对 他说 之前之所以追杀晋文公 是执行国军的命令 这是身为一名臣子的职责 如今 晋文公成为新的国军 他便要执行新国军的指令 随后 伯迪又引述了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典故 来为自己佐证 最终说服了晋文公 伯迪得到晋文公的信任后 便将吕生的计划 全盘告诉了晋文公 由于吕生手握重兵 晋文公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应对 经过一番权衡 他打算秘密离开晋国 前往秦国求援 为了避开吕生的耳目 晋文公一路上直走偏僻的小路 最终顺利到达了秦国 而吕生以为 晋文公仍在宫中 于是派兵包围行宫 并纵火焚烧 最后才得知 崇尔已经逃走 秦目公得知晋国内乱后 果断派大军前去相助 并成功将吕生斩杀 然后又派兵将崇尔与夫人文盈 送回晋国 晋文公的上台 给晋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生计 平定吕生之乱后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晋国政局稳定 内部京城团结 历经磨难的晋文公老纪福西 致在千里 终于使晋国从区域强国 走向超级大国 开启百年霸业 他对内修生养息 安抚民心 对外积极地展开外交活动 齐桓公死后 中原霸主位置出现了空缺 为了应对咄咄逼人的楚国 诸侯们需要一个人 带他们完成霸业 晋文公则抓住了这个机会 公元前636年 晋文公刚刚上台的第一年 周王室与郑国之间出现了矛盾 为了对抗郑国 周湘王主动和敌人联姻 娶了敌人女子韦氏 并立她为王后 以此来借助敌人的力量 与郑国抗衡 但韦氏与周湘王的弟弟王子戴思通 周湘王知道后大怒 废掉了韦氏的王后之名 王子戴害怕自己被牵连 发动政变想杀掉周湘王 在敌人的支持下 将周湘王的政府军打得大败 周湘王被迫逃到郑国避难 郑文公不计前嫌收留了他 并给他提供生活必需品 为了夺回王位 周湘王向各诸侯国发出秦王令 秦穆公认为 这是争夺中原霸主的好时机 便火速前往支援 相比之下 晋文公反应迟钝 对秦王一事并不上心 胡眼听说秦军以抵黄河 非常着急 跑去劝说 晋文公一定要赶在秦穆公之前 迎接周湘王 只有抓住这次效忠王室的机会 才能在中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晋文公被一语惊醒 于是火速前去秦王 将王子戴的叛军打得大败 并将其俘虏杀死 然后晋文公亲自前去迎接周湘王 并护送周湘王回朝 作为回报 周湘王也以最高的礼仪 接待了晋文公 经过此次秦王 晋文公把晋国从政治边缘地带 再次拉回到舞台中心位置 此时 晋国在中原大地上一枝独秀 南方的楚国也在不断扩张 中原乱局 使楚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鲁国 郑国 魏国 蔡国 陈国 许国 曹国等陆续归附楚国 在中原重要的诸侯中 只剩下齐国与宋国孤军奋战 只要打垮齐国与宋国 楚成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原霸主 公元前634年 楚国联合其他诸侯国攻打宋国 为了拿下宋国 楚成王命心狠手辣的大将子豫挂帅出征 万分危难之际 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 晋文公和大臣们讨论后决定支援宋国 至此 南北之间的两个强国为了称雄中原 即将出现一场大决战 这场南北大决战的主角 晋国与楚国 从一开始 双方在择帅的标准上 就出现重大的差异 晋国的选帅原则是道义为先 楚国选帅的原则是勇猛至上 晋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打败楚国 而是为宋国解围 晋文公采难了胡眼的建议 采用攻打楚国盟国的方式 逼迫楚国前来相救 以此来解决宋旗两国的围困 公元前632年 事实完毕的晋军开始出征 先是拿下了魏国 但在攻打曹国的时候 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晋军多次攻城无果 为了震慑晋军 曹军还将俘虏的晋军杀死 把尸体挂在城墙上羞辱 此举让晋军士兵感到害怕 军心出现了动摇 为了挽回军心 晋文公也发起了心理战 他派人到曹国人的祖坟附近 扬言要挖他们的祖坟 在那个崇尚礼智的年代 人们把祖坟看得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曹国士兵见状不妙 主动归还了晋军士兵的尸体 并用棺木装好交给晋国 晋文公见状 便下令停止挖曹国人祖坟的行动 没过多久 晋军再次对曹国发起攻击 一举攻破曹国都城 并活捉了曹公公 晋军在曹魏两国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 却没有达到调动储君主力 解除宋国之围的目的 老谋深算的楚城王 看穿晋军的实际用意 坚决不从宋国撤兵 并率领五国联军 对宋国都城展开猛烈的攻击 晋军没有达到调动储君的目的 此时要想为宋国解围 就只能与储君正面交锋 但储君实力过于强大 晋军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在事情进入僵局之际 晋军总指挥先诊提出了一个方案 方案内容是这样的 晋国将所占领的曹魏两国土地送给宋国 然后宋国拿出重金来贿赂齐国和秦国 请他们出面调停让楚国撤军 先诊判断 秦国、齐国收到巨额财务后 肯定会出面调停 但楚国肯定不会撤军 因为曹魏是楚国的跟随 楚国不能牺牲曹魏的利益 所以不可能答应撤兵 如果调停失败 秦国和齐国会把调停失败的责任 推到楚国身上 届时出兵公储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晋文公听完这个方案后非常满意 于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 秦齐两国拿到巨额财务后前去调停 楚城王与两国代表谈完后才知道 晋国给自己做了一个局 如果楚国同意秦齐代表的调停 那么将失去曹魏两个跟随国 如果楚国拒绝调停 秦齐将可能加入援救宋国的战争 对楚国就十分不利 面对这个布局精密的局 楚城王选择了以退为进 主动放弃已经占领的齐国的古城 同时命令楚军撤出对宋国的包围 先诊的计划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相较于同时得罪秦齐两国强国 楚城王只能暂时放弃曹魏两国的利益 但负责围攻宋国的楚军总指挥紫玉 非常不甘心 当初他接替子文出任令饮时 就遭到了一众质疑 如今他需要一场大胜来为自己证明 在春秋时期 君主对臣子的约束不像后世那样说一不二 眼见紫玉执意要攻打宋国 楚城王只能选择默许 由于紫玉拒绝放弃围困宋国 秦国与齐国组成了强大的联军 加入了讨伐楚国的队伍 随着秦国和齐国的加入 这场战争也成为春秋时期以来规模最大 参战国家最多的一次战役 眼见秦齐加入战局 紫玉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主动和晋国谈判 紫玉表示 只要晋国放弃对魏国曹国的占领 楚国就撤军 大家回到战前格局 紫玉认为 这种条件非常合理 各方都没有损失 紫玉的算盘是这样的 晋国人如果接受他的和解条件 楚国以一个宋国换回曹 魏两国 楚国仍然雄具中原 如果晋国人不接受 战争的责任就落到晋国人头上 在道义上就会吃亏 紫玉的这个计策也很精妙 晋文公召集大家讨论对策 随后 仙枕给出了应对之策 他说 可以私下里答应恢复曹国 魏国的主权和领土 趁机将他们拉拢过来 然后扣押楚国的谈判代表 故意激怒楚国 让楚国主动挑战晋国 晋文公听完仙枕的建议 认为甚是精妙 于是按照仙枕的建议行事 晋文公先是下令 将楚国特使拘捕 然后又派人和魏国 曹国秘密谈判 答应归还他们的土地 但前提条件 必须是与楚国断交 曹国 魏国 本身就是墙头草 在各个大国间下注 他们眼见晋国愿意归还土地 便欣然同意了 紫玉眼见自己的计谋被识破 曹国和魏国 还投向了晋国大本营 恼羞成怒 于是决定攻打晋军 试图将晋军一举歼灭 紫玉此举 郑重晋文公下怀 面对前来进犯的储君 晋文公下令后撤 主动撤退 并不是因为害怕储君 一方面是为了兑现 当初对楚城王退避三社的承诺 另一方面是为了迷惑储君 让他们以为 晋军不堪一击 后来 晋军撤退到魏国境内的成仆 便不再撤退 很快 储君便尾随而至 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成仆上空 双方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文公甚至一度萌生了逃跑额度念头 好在在胡眼的劝说下 才下定决心和储君一决高下 几天过后 双方约定在平原上展开正面对决 紫玉亲自率领中军 与晋军展开了厮杀 双方经过激烈的缠斗 最终 晋军打败了储君 紫玉眼见大势已去 于是下令全线撤退 训练有素的储君并未仓皇出逃 而是井然有序地撤出战斗 避免了进一步伤亡 从战斗结果来看 储君并未伤到根基 但从战略意义上说 储国遭到其北进中原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由于储国的战败 中原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晋国以强有力的手腕 遏制储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 同时也宣告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时代的到来 战斗结束后 愤怒的储城王将所有的罪责 都归咎于紫玉身上 为此 紫玉感到极度愧疚 最终 他选择了自杀谢罪 成仆之战 使得储城王经营了几十年的 北进中原策略宣告失败 此前倒向储国的中原诸侯 也纷纷倒戈转向 投入到晋国的阵营 随着郑国和晋国签订和平条约 中原大帝形成了新的势力格局 晋国取代齐国 成为中原地区新一代霸主 晋文公在实力上 已经成为中原霸主 但他还需要获得周王室的认可 为此 晋文公在周天子面前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宪服仪式 给足了周王室面子 作为回报 周天子任命晋文公为侯博 所谓的侯博就是诸侯之长 当年齐桓公也获得过这个头衔 这个头衔相当于获得了官方认可 成为周王室认可的霸主后 晋文公召集中原诸侯 在郑国建土举行会议 诸侯们在会议上达成一致 要共同辅佐王室 诸侯国之间不得互相侵略 若有违背盟约者 将遭神明诛杀毁灭其军队 不能享有国作 子孙后代都要遭受祸患 不论老幼将无一幸免 这次会盟被称为建土之盟 后来 晋文公又召集诸侯 在晋国举行会盟 晋文公并以盟主的身份召唤周湘王前来参加会议 足以看出 晋文公此时的权势有多大 晋文公算是一个具有胸襟胆量的人 对流亡期间的各种困难 都能坦然面对 一笑了之 但有一件事 让他始终耿耿于怀 那便是在流亡至郑国期间遭到了郑文公的冷落 在晋文公看来 那不仅仅是冷落 而是一种侮辱 于是 晋文公找了一个理由 准备对郑国用兵 与晋国一起讨伐郑国的 还有秦国 秦国之所以加入伐政大军 是因为想从中间分一杯羹 继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公元前630年 晋国和秦国起兵攻打郑国 郑文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为了自保 他把书詹杀死 并将其首级陷于晋文公跟前 因为当初书詹曾提议杀死晋文公 因此 郑文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书詹身上 希望能以此获得晋文公的谅解 但晋文公更想要的是郑文公的首级 因此 拒绝和郑国谈判 就在秦氏十万火急之际 有人向郑文公推荐了竹之五 让他去离间秦国和晋国之间的关系 只要能让秦国退兵 郑国就有和晋军一战的能力 此时的竹之五已经退休 而且年轻的时候并未受到重用 因此拒绝了郑文公的请求 但郑文公已经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 声泪俱下的请求 竹之五重新出山 竹之五出于国家大义 决定前去秦军大营游说秦木公 竹之五深知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秦国和晋国看似是无坚不摧的密友 实则是貌合神离 秦木公虽然表面上尊敬文公为霸主 内心深处则一直在寻找超越晋国的机会 竹之五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于是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秦木公 如果郑国灭亡 只会让晋国更加强大 秦在晋的西面 郑在晋的东面 秦与晋倘若灭了郑国 晋国进水楼台先得月 将独吞郑国土地 秦国只能做事晋国的版图扩大 出了力气 却只是使邻国更加强大 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当初秦木公扶持晋文公上台 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晋国 如今不但没有控制晋国 自己还成了晋文公的跟班 这让秦木公很难接受 竹之五见秦木公开始动摇 又趁热打铁地说 晋国人多是万恩负义之辈 当年晋惠公曾多次对秦国食言 晋文公也曾受过秦国的恩惠 但从未给秦国足够的回报 这些话直接戳中了晋木公的软肋 经过一番思索 晋木公不但打消了出兵郑国的念头 还拿出一部分兵力 帮助郑国抵御晋国的大军 竹之五之所以能劝退秦木公 最主要的原因是 秦木公不想把晋国养肥 再者 秦木公想借抵抗晋军的名义 把军队留在郑国 为以后独吞郑国做准备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此次竹之五通过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 保全了郑国 他也成为后世纵横家的先驱 对于秦木公的出尔反尔 晋文公念及往日的恩惠并未指责他 但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出现了裂痕 为政之战结束后 晋文公已经是垂垂暮年 公元前628年 晋文公去世 虽然晋文公在位时间只有9年 但他的经历和功绩要比春秋时期绝大多数君主都要大 与齐桓公不同的是 晋国建立的霸权是一个长期霸权 晋文公去世后 晋香公成为继任者 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的蜜月期结束 两国开始了针锋相对 为了不在这场博弈中失败 秦木公决定将秦国打造为王霸之师